为了解决偏乡学校试资不足问题 教育部国教署16号宣布 建置偏乡教育媒合平台 以及陆乐偏乡不远 偏乡教育群众协力募集平台网站启动 其中偏乡教育媒合平台网站 开放校方上网 填登资工募集需求 让友谊前往服务的资工多一个选择机会 如果有这样的平台的话 我们乐观其成的啦 应该会对偏远的学校试资的意图 教育部希望引进民间力量 协助偏乡教育发展 但有族人认为 除了有这样的偏乡地区学校媒合平台外 也希望这次方案能够与地方政府结合 才能够永续经营 教育部国教署表示 网站仅提供校方与资工媒合 类似已公换宿的性质 而后续资工住宿及时尚问题 交由校方处理 对此有校方表示将拟地专案计划 补贴资工老师的人力经费 记者需要拿把号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